看而感动的眼睛 我们称之为玫瑰同龄眼 哎 噢 我今天怎么办那岁了 这整盘都没有办法了 好了好了 阿梁啊 这不够钱吗再喝了 喂 阿公啊 不是怎么办 阿梁啊你没心情没爽 你喝酒就没啥了 手棒啊 喂 是吗 有啦有啦 阿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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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什么事啦 好啊 好啊 知道了 我带我出去啦 好啊 啊 你没叫我出去啊 哇 这是原因啊 说什么有任性有要件的事 要叫我快出去 哎呀 好啊好啊 我今天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 我先来吧 好啊 小飙去啊 好啊 你跟人家的飙去吗 还行 还行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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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小姐 除了面相以外 你还有没有其他证据 能够证明你弟媳妇 对你弟弟不利吗 禁锢 别说什么禁锢 我看他的面子就知道了 一定是他还是有消息的啦 方清花固执地跟警方说 他知道他弟弟方龙一定是遭到 弟媳妇江美珠的毒手杀害 可是除了面相之外 他又说不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方龙确实已经遭遇不测 在场的警员不禁有点感到啼笑皆非 心想这会不会 只是方清花单方面偏执的想法而已 可是方清花却又坚持 一定要警方立刻去替他找人 由于人命关天 警方也只好 请他留下详细的资料 好做进一步的增长 负责侦办本案的两名园警 在方清花走了之后 便根据他留下的资料 来到了万华的一处天桥下 找寻方龙的妻子江美珠 希望能在这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 小姐 你好 我来找一位江美珠小姐 我就是啊 你就是江美珠 请问你们找了什么事啊 我们是来问有关于你这样 无荒荣失踪的事情 你稍等一下 我搬椅子给你们坐 我们自己来就好 你坐你坐 我们自己来 你坐啊 不好意思啊 我小儿麻痹 所以有点不太方便 在场的两名园警看到 眼前这个清秀美丽 一副弱不禁风楚楚可怜的残障女子 竟然就是方清花口中的狐狸精使 意识之间还有点错愕 更无法将她 跟一个杀人凶手联想在一起 尤其当江美珠哭哭啼啼 这些说起丈夫时更是让人为之鼻酸 警察先生 我知道 我大口从低眼看到我是小儿麻痹 就讨厌我 看不起我 那处处主让我跟阿龙结婚 即使我嫁给阿龙以后 他还是处处挑拨我理解我们的感情 可是因为阿龙是他太大了 我有尊重他 我都忍下来了 上个礼拜 阿龙到朋友家打盘 就没有再回来 我大口到家里来找不到 就说 是我害死阿龙 他只要说 真是太冤枉人了 潘太太 潘太太 你先不要伤心 我想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谁 他一定是守不了藏其佳 在我跟哈姐之间的压力 所以拳这里只要出走 欣求解脫 警察先生,我真的很想找我的丈夫 我求你们爸爸找回来好不好 我只要他一个大爱 如果他真的不要我 我愿意跟他离婚 真觉得 我不想再为难他了 好的,你放心 我们一定尽力把他找回来的 不过,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 谢谢,麻烦你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啊啊啊,你坐你坐你坐 你放心,我们会处理的 我们走吧 哎,真是可怜 小儿麻痹还要出来做生意 这么命苦,还被老公抛弃了 对啊,我们一定把芳荣那个复兴汉给找出来 看他怎么交代,好替他讨一个公道 可是当两名警员渐渐走远 阿猪脸上的悲伤就已经完全消失了 他看着两名警察的背影站了起来 只拿了一根拐杖一拐一拐 但很稳地走了几步 刚才那股弱不禁风和楚楚可怜的模样全部见了 阿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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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猪,你干什么啦 鬼鬼是谁想吓死我 阿猪 阿猪 刚才那两个套子在干嘛 他们是不是查到了什么 你放心,什么都没有 哦 听阿猪这么说 阿妄像是松了一口气的放心笑 而阿猪的嘴角也浮起一个阴森又诡异的冷冷笑容 这到底怎么回事 芳荣的离奇失踪和阿猪还有眼前出现的这个男人有关吗 芳荣如今人在何方呢 他究竟是生是死 阿猪和这个名叫阿妄的男人又是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刚才连拿拐杖都站不稳的他 才一转眼功夫 竟然可以走得好好的 阿猪是真的如外表一样 那么的柔弱和单纯吗 当世界再发展下去 阿猪的表现绝对会让你毛骨悚然瞠目结舌 阿猪 你要去哪里 没有 我去厕所 哦 这时候阿猪心里兴起了无限的快感 从小到大不知为什么 每当他要毁灭一个男人的时候 心情总是特别的兴奋 阿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任谁也无法相信 看似残弱清纯的阿猪 心地竟是如蛇蟹一般的狠 而且天生小而麻痹的他 竟然可以把好几个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这令人不得不概叹 阿猪真是人世间一朵 让人难以理解的毒玫瑰 然而说起阿猪离奇的一声 却要从他小的时候说起 民国六十年 阿猪出生在台南的一个小镇 才出生没有多久 妈妈就生病去世了 同一年阿猪更不幸地感染了小儿麻痹 从此不良于心 爸爸为了这些既伤心又难过 最后连事业都不得知的他 更将满腔的不平全速发泄在阿猪身上 竟然才小小年纪 竟然才小小年纪 但已经非常懂得看人脸色 爸爸喝了酒或是些微不高兴的时候 阿珠就赶紧爬到橱柜里躲起来 等爸爸心平气和了 他才敢在爸爸面前出现 然而阿珠的厄运并没有因此结束 在他十岁那年 父亲竟然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了 无依无靠的他 只好去投靠唯一的亲人舅舅 舅舅是开茶室的 每天忙着招呼店里的生意 根本没有多少时间来关心阿珠 幸好以前的恶劣环境 让阿珠学会了独立 所以不管环境如何改变 阿珠还是像颗野草一样 坚韧地活下去 由于从小的磨练 阿珠嘴巴很甜 很会讨人喜欢 所以茶室里上上下下的都喜欢阿珠 只是阿珠每天处在这样的环境下 看多了阿姨们送往迎来的场面 观念不免渐渐受到了影响 他好羡慕阿姨们的生活 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 只要跟一些男人说些好听话 陪他们聊天 调笑 就有很多钱可以拿 这在阿珠小小的心灵里 不禁十分想往这样的生活 而店里有一位叫做玫瑰的阿姨 因为相当同情阿珠的遭遇 所以对阿珠十分照顾 每次客人给他小费 他都不忘塞一些给阿珠当零用钱 有空的时候 还会带阿珠到外头小吃店 去吃一顿好的 吃太慢了啦 不然吃到两次去都给他吞了 阿姨 阿姨 听我来讲 看你好家的东西 这又是小费的 等到阿姨 如果贪得更多钱 我再带你来吃五百 好 阿姨 你真好 他如果当我大人时 我也要跟你一样 他也要贪得更多钱 但是我会贪得更多 阿姨啊 不要紧 虽然你有带我贪得更多 但是你很漂亮 老板啊 一定会让全是女孩子来爱你 这是 阿姨骗你是要做什么 我跟你说 你千万不充 因为自己是贪得更多 其实女孩子有很多 他们跟她的女孩子都不一样 只要我们可以用带我手段 了解他们的心 不要说是钱 他要跟他做什么 他都会贪得更多 杨哥 我说得更多 男人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挖口 我们男人那些钱最重要 没有钱 我们就算母亲 所以说 这一桶很小 哎 你听不懂 对吧 我对你今儿个小孩 跟你说什么 你都听不懂 你都慢慢拿去 慢慢拿去 慢慢拿去 但是你还比较大 阿猪对这些话一知半解 似懂非懂 但他却很认真的 把这些话给牢牢记在心里 只是玫瑰万万没有想到 这短短的几句话 竟深刻的影响了阿猪往后的一生 日子一天天过去 疼爱阿猪的玫瑰阿姨 早就已经离开茶室了 而阿猪也出落得亭亭玉立了 可是走起路来 一拐一拐的他 对自己的残障 还是怀有极深的自卑 你真好 有这么多男生喜欢你 那有什么好啊 我啊 才不喜欢他们呢 其实啊 我喜欢的是 哦 原来你喜欢的是他 好 难怪那些男生你都不喜欢 因为他们都没有 这么一个学生的地方 阿猪 我好喜欢他哦 如果我可以跟他做朋友 那该有多好 你放心啦 你是笑话耶 只有一天 他会被你的观众讲 真的吗 那是真的啊 阿猪 你真好 你真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这时候阿猪的嘴巴还是很甜 在同侪里自然赢得了许多人缘和友 玉如是她最好的朋友 长得相当的漂亮出色 阿猪总觉得自己每一次走在她身边 往往只有更显出自己的不堪与暗淡 而自己又何尝 不也是跟玉如一样 有着少女怀春的梦想 只是她知道 这对自己来说 却是遥不可及的 然而这一天意外发生的一件事 却彻彻底底改变了阿猪的想法 因为阿猪不打算升学 所以决定到记忆训练班学习课印章的技能 等毕业之后好自力更生 然而这天下课以后 因为玉如有事先走 所以阿猪便只好一个人背着书包 去记忆训练班上课 可是平常有玉如陪她 帮她背书包 现在她一个人走 却显得相当吃力 尤其要过马路时 行动不方便的阿猪更是胆战心惊 站在路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车 不知该如何时候 阿猪等了半天 好不容易绿灯亮了 便赶紧走过去 不料一辆汽车及时而来 眼看就要撞上阿猪 对不起 对不起 江美助 车子这么多 小心一点 我不如过马路好了 快点 走 快走 学长 刚才这是事情 不用客气了 这是应该的 江美助 你家住在这边吗 不是耶 你是要去记忆训练班学科医 你知道吗 你的行动不够可以一个人 这样走出去补习 很危险 我家住在这附近 以后我陪你一起走好了 这样过马路比较安全 好不好 不好吧 这样太麻烦你了 没关系啦 刚才那样真的很危险 谢谢学长 阿猪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这么幸运 心里头更是高兴的 说不出话来 一路上默默的跟着学长走着 心想学长会这么做 一定是因为同情自己残障 可是这却让他从小到大 第一次觉得残障 并不是那么讨厌 原来他也会为自己 带来一些好运 可是要是玉如知道了 会怎么样呢 他会不会生气 自己该不该把 今天这件事告诉玉如呢 阿猪 对不起哦 昨天不能陪你去补习 今天我陪你去 走吧 不用了啦 我自己走着 阿猪 你在生火器吗 对不起嘛 对不起嘛 没有啦 我不是在生你的气啦 我想说以后我自己 一个人走路可以 不走了 在友情与爱情之间 阿猪最后还是自私地 选择了背叛玉如 然后每天阿猪便跟学长 一起走路去补习 这真是阿猪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刻 由于每天的相处 再加上阿猪相当的善体人意 很快的他们变成了好朋友 而阿猪心里对学长的爱慕之意 也渐渐在发笑 只是要怎么样才能让学长喜欢上自己呢 他该勇敢的向学长表达爱慕之意吗 这样会不会把学长给吓跑了呢 突然阿猪脑海里闪过了小时候 玫瑰阿姨向她说过的话 玫瑰阿姨告诉他要耍手段 抓住男人的心 但他要怎么做才能抓住学长的心呢 阿猪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虽然他是个残障 但身材发育的不错 加上玫瑰阿姨从前也说过 自己是个美人胚子 这些男孩子应该会很喜欢的 想着想着阿猪不禁开怀地笑了起来 第二天陈以为送阿猪去补习以后 阿猪就约他顺路到公园里聊天 阿猪也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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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整个人依偎过去 今天阿猪是有备而来的 他特地撒了香水 而这种香味是茶室里的女人 公认最能蛊惑男人情欲的香味 渐渐的阿猪可以感觉 陈以为的呼吸慢慢急促了 脸也开始红了 毕举人情欲的相机 我胸口不舒服 你帮我揉一揉好不好 先危重你 你 学长 是真的 你喜不喜欢我 我 我 学长 我好喜欢你 这句话在我心里 经常了好久 姜奶猪 学长 在阿猪大胆的试爱 单纯的陈以为根本难以招架 一下子就被阿猪给俘虏 阿猪忠于正义 原来自己的残障 并不影响自己的命令 他还是一样 可以得到男孩子宠爱的 当然阿猪跟学长交往的事 玉如很快便知道 虽然玉如心里很不是滋味 可是阿猪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为了友谊 他并没有跟阿猪起争执 反而衷心地祝福阿猪 能找到像学长这样一个好男孩 来照顾他 疼爱他 只是自从跟学长交往以后 阿猪越来越觉得 自己的小儿麻痹 已经不再是个牵绊 有时候反而是赢得 男孩子关心的利器 阿猪发现 男孩子都喜欢展现英勇 同情弱者 尤其一看到他楚楚可怜的模样 几乎每个男孩子都会为他伸出关爱的双手 因为从小生长了环境 让阿猪对男女之间的关系 并不像一般女孩子一样的传统保守 因此除了学长之外 身边只要出现自己喜欢的男孩子 阿猪便会使出他的魅力 主动跟他们有些肌腹之亲 很快的 阿猪身边渐渐有许多男孩子围绕 而且大家为了博得阿猪的欢心 常常会送些小礼物给阿猪 从小就自卑的阿猪 第一次尝到这种仿佛众心拱月的感觉 他好喜欢这样受人关注受人宠爱的滋味 只是阿猪的行为看在欲如眼里 简直是不可思议 他气冲冲地跑去责怪阿猪 不应该这样放浪自己 可是阿猪觉得自己并没有错 两个人还为了这件事吵了枪 我不觉得我什么错啊 如果你是因为学长的事情的话 那我把他让给你吗 把学长让给我 美猪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难道你不喜欢学长吗 我还是很喜欢他 既然你喜欢他 那你为什么要跟其他男孩子在一起 反正喜欢我的男孩子这么多 缺他一个有什么关系 我反正让给你好了吧 向美猪 欲如简直不敢相信阿猪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也无法接受阿猪的观念 只是在阿猪的感觉里 反而认为欲如太大惊小怪了 两个人为此大吵一架 友情也因此而彻底决裂 然而阿猪做梦也没想到 这样放浪刑害却注定他悲剧的所谓 等高中一毕业 不想一辈子待在乡下的阿猪 便跟舅舅说 他要一个人到台北工作 舅舅听了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因为自小他对这个外甥女就不是很关心 只是当个责任一般的养着 现在长大了 自己责任也就了了 只是阿猪还是非常甜言蜜蜜 阿猪 你放心啦 你的文情 我没报不记得 跟我去台北 等很多情理 一定会很多外国贵来送 不要 刚才是这样子的啊 阿猪我不骗你啦 我不是那种不贵不贵的啦 你对我的永远有问题 我一世人都没报不贵 这样子也有 听了阿猪这样的话 舅舅很高兴 临走前还给阿猪一笔钱 阿猪万分感谢地走了 只是阿猪一离开家 就马上把他许下的诺言全都抛出脑后 而且舅从此再也没有踏入家乡一步 到台北之后 阿猪用舅舅给他的一点钱 在万华摆了一个替人家刻印章的摊子 开始做起生意来 从小就在茶室里 看着阿姨们做生意的阿猪知道 做生意最重要的 不仅仅只靠手艺 还要靠招呼客人的技巧 才是让生意源源不绝的最重要法 于是阿猪便把 从阿姨们招呼男人的招数 和高中时跟男孩子相处的经验 统统用到应付客人身上 加上阿猪从小就很会看人家脸色通话 所以不管任何人 阿猪都能把他们跑得高高兴兴 而且来刻印章的 大多是附近汽车公司的男业务员 他们大都让阿猪给迷住了 因此靠着他们的互相介绍 让阿猪的刻印章生意越来越好 只是阿猪虽然周旋于他们之间 却始终对他们一视同仁 一直到阿龙的出现 阿猪的感情世界才出现了变化 而这更让阿猪和阿龙的一生 从此纠葛不清至死放休 阿龙是个广告设计师 不仅相当高大英俊 而且因为年纪比阿猪大八岁 在言谈之间总让阿猪感觉到 他有着一股身边男孩子 所没有的成熟气质 更不禁被他所吸引 阿猪知道阿龙的个性相当大难 于是为了讨好阿龙 俘虏阿龙的心 阿猪更是使出浑身解数 不但尽量表现出自己温柔婉约 善体仁义的一面 更实时展现出楚楚可怜的模样 让阿龙恨不得把阿猪捧在手掌心里 在阿猪的权利讨好下 阿龙很快便坠入阿猪 所顾下的情网之中 开始对阿猪展开热烈的追求 这时候沉溺在爱河里的阿猪 觉得自己真的好幸福 也对未来充满了梦想 他期待能和呵护自己的阿龙 共组一个美好的家庭 弥补自己 从小就失去家庭的遗憾 只是当阿龙带阿猪回家 见姐姐金花 却让两人的未来蒙上一层意义 阿龙是金花从小抚养长大的 所以对这位未来的弟妹 当然特别在意 一开始金花知道阿猪是小儿麻痹 经起了些微反感 加上她会看面相 仔仔细细地端详阿猪以后 发现阿猪眼泛桃花 眼神又漂浮不定 绝对是个不正经的女人 尤其阿猪高高的颧骨 命相学里说 颧骨高 煞夫不用刀 这是标准的克服项目 金花越看心里就越是反感 阿龙啊 你说她 我女有善良 还提一条什么事 阿猪 是啊 阿猪 只要你来海马珠道顶骨 你就知道了 她最难是一个好太太 不过我看 这是不一定的 阿猪啊 你是在说什么 那阿猪虽然卡是真的不方便 不过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啊 人家说 在人在民不在心嘛 阿猪啊 人家看这么多啦 一种面相来看喔 早晚有这天喔 你会死的手头啦 所以喔 你同好听阿猪的话啦 你这种找我人喔 靠近一些 同好喔 也自己做会啦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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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阿猪啊 我看喔 你是五位阿猪啊啦 阿猪昨天不是亲戀 你所说的 像女儿子啦 阿猪 你别跟我说话啦 阿猪 既然阿猪不代言 如果这样我们就不要结婚了 他就像谁在我的拍照 这都是我的 我没完蛋白了 阿猪 你别这样说啦 不会啦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你的 阿猪 阿猪 阿猪啊 你还听阿猪的话 阿猪就对不会骗你的 阿猪有什么人结婚喔 阿猪 你绝对对你对不骗你的啦 好啦 阿猪 你别再说啦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因为阿猪是小女孩 你才看不见 但是你知道吗 阿猪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儿 她是一个人在台北 还替人客人家过去一趟钱 她是很坚强的 所以你绝对不能因为她的丈夫 你就看不见了 阿猪 好啦 阿猪 我已经决定了 不管你有带人没带人 我都要跟阿猪结婚 阿猪 阿猪 既然你不要听阿猪的话 她要发现什么事 你不要怪我 我时间跟你競走啦 阿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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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在阿龙心中难免有些遗憾 婚后 不细下去 这段婚姻生活 后来又怎么会出了错 演变成阿龙无故失踪 金花却一口咬定阿猪行凶的局面 阿猪和阿龙结婚不到三个月 不知为什么 公司便以阿龙的创作已经无法复合公司需要 而将阿龙辞退 为了这件事 阿龙先在公司大发了一顿脾气 回家之后更向阿猪诉苦 阿龙一向就相当自明回来 自� encounter 再加上阿珠的吹捧,阿龙更加觉得自己真的很了不起,他将阿珠搂在怀里,觉得阿珠真是了解他,而他也相信凭着自己的才华一定可以很快就找到新的工作。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阿龙因为不肯放下身段,所以求职处处碰壁,整整两个月了,他都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成天闲在家里喝闷酒,心情也越来越是烦闷。 阿珠每天回家都要面对阿龙的坏脾气,因此夫妻之间开始有了裂痕,可是阿珠去告诉自己, 也许等阿龙找到工作以后就不会这样的,于是他还是像以往一样,每天靠着讨好男人的功夫努力做生意。 由于长时间累积下来的人脉,因此阿珠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有时候一个月可以赚到十万块,数着白花花的钞票,阿珠真是高兴起了。 然而这一天,金花却来到阿珠的家。 啊呦,阿龙啊,阿珠说得没错,阿珠就是客户了,你看你啊,这个户没多久了,都没头发了啦。 你啊,不然很快跟她翻开,我看她啊,你连命都没去哦。 哎呦,姐啊,你不要再拜托,不要再说有的没的,好吗? 啊,阿龙啊,你不要嫌阿珠啰嗦啦,你自己也不太看见了,你以前喔,事业一切都很顺利的,但是喔,跟她的妻子一起结婚啦,你看,就不太喜欢你这种事情啦。 而且,你还要有才华呢,怎么说到这一天,都一直找没头脑的。 是,阿龙啊,这说你喔,是要你好啦,你一定喔,要听阿珠的话啦。 阿龙是个耳根子很软的大男人,再加上最近的不顺遂,他慢慢觉得金花说得有理,认为他会失去工作,或许真的是阿珠害的。 只是金花并不因此而放过这对夫妻,这天他路过阿珠刻意的张摊,刚好看到阿珠和客人大情骂俏的情景。 啊,田鼠民,这么久没来,再忙什么大事业啊? 嗯,什么田鼠民,田鼠民,我现在已经升主任了,要叫我田主任才对,知不知道? 哦,主任啊,田主任啊,我早就知道,看你相貌不凡,一定会升官巴财啊。 啊,哈哈,不过,田主,以后可以要多多照顾我们的生意哦。 嗯,一定一定,那有什么问题? 以后业务部的印章全部让你磕,好不好? 真的,谢谢。 哎哟,讨厌,这胡杂好可怕哦,给人家这样砸下去,讨厌。 阿珠尽力的讨好田主任,希望他真的能为自己带来一笔生意。 只是这一幕看在金花的眼里,心里想的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无辜的阿珠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一场家庭风暴。 阿珠尽力的讨厌。 晚上,阿珠高高兴兴的回家,一进门却见阿龙铁青着脸,而金花正坐在一边。 阿龙,阿珠,你当时来的? 我问你,你外面生意是怎么做的啊? 既然跟老婆人只能够够够够够够,外面就能够够够够够了。 不是啦,阿龙你过来,我真正在做生意啊,不敢怎么啦? 你还敢说没有,我这边的同事也没见到。 阿珠,你真正在做生意,你本来就要跟人家打酒好。 我只能这样而已,我没跟人家怎样。 别松敷我了。 你身高高的态度,你又只能够够够。 我真不敢这样。 阿珠,你真是没了? 你真是没了? 我哪有个怜度对不起你的事? 你真是没了? 我偏偏看你那一招脑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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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楊,现在我说什么都没了? 你就是说我好吗? 我实在很不甘愿,我为了我们的生活。 你真是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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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姐啊,我看不出这次你看不出了。 我看不出? 才不是的,我已经像我看得到的。 阿楊,你要小心阿姊的位。 这好的诊,一定会来日本。 好,好,好,好。 阿姊,你别再怀我了。 我相信阿姊应该不会这样做。 今天一定是这五花。 我相信阿姊,你把你去,我还在骑上。 你把你去,你把我去,我还在骑上。 我还不骑上你。 你把我带来看,我给你看看。 你这一花里,你把我骑上我。 我以为你骑上我。 我看得到你骑上我。 我一眼就怕你看。 处处找自己麻烦 只是他万万想不到 金花真的不肯就此罢休 一场你来我往的战争 才正要展开 又过了一段日子 这天阿珠回到家里 便被一叠迎面而来的照片 给打个正照 阿刘 你冲不下了 冲不下 你这边给看什么 你给给我看清楚 好 这啥 蛤 这啥不是 你说吗 阿刘啊 你怎么有这种 你怎么说不错 你看啊 这女人是啥啊 是啥啊 阿刘 我心里在生你这么做 你还要关掉我 你竟然 你怎么还在说想陪我 我放了我面子 你真想你吓得了我 阿刘 你再让你相信 相信你是要 担心 我背后 结果 结果你怎么做出一种 不计划的事 我心里在生你胖上 你能够败我钱 我一把就拿回来 你平常顾我套路 我是為了你 為了這個廁所耶 哎呀 我剛剛一直在說什麼 你是我飯娘 愛你親 所以他在外面做餐吃三毛休 還是你會說我沒路營 我吃軟飯啊 你的臭白開 你要不要看 你是自己很生氣的 我看路鏡麵 你敢賣我賞白開 這位臭白開 臭白開 誰看 我說不對 你是太貴了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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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朱簡直不敢相信阿龍竟然會這樣粗暴地毆打自己 一句句羞辱的話更深深刺痛了他的心裡 從小到大從來沒有人這樣羞辱過自己 更沒有被人家這樣打過 他真的好恨更後悔人家給這樣一個男人 你這一個我沒對 當初是你們不就算騙了 我跟你這個臭白開的 離婚 這樣我們就離婚了 離就離了 愛同好 你想要離婚嗎 不要那麼簡單 我告訴你 你要離婚 沒問題 你先拿一百萬來 這樣我就跟你離婚 看著阿龍和金花 阿朱心裡頭更油然生起一股恨意 他恨阿龍和金花這樣對待自己 也恨自己當初被愛情給沖昏了頭 沒有看清阿龍的真面目 只是如今看清楚還不太晚 他一定要跟阿龍離婚 他一定要想辦法湊出一百萬 第二天阿朱看著自己的戶頭裡 只有五十萬 這些都是他這幾年來省吃減用 好不容易才存下來的 可是距離一百萬 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為了要早日脫離阿龍的首長 他也只有更加努力地做生意賺錢 這天整當阿朱滿懷心事地在刻印章時 前方突然傳來了一陣緊急煞車 教練 你怎麼樣?你怎麼樣? 我幹什麼? 你怎麼樣?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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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在一旁看得正入神的阿珠 看到刚才这个脾气 比阿龙更火爆的年轻小子 竟然往自己这边走来 不仅连忙害怕地低下头 可是那个小伙子 却在他面前停下 小姐 干嘛 我要刻印章啊 这是我们店里客户资料 把通话刻成印章 阿珠刚才目睹了阿旺火爆的那一幕 心里头不禁有点恐惧 可是他还是把阿旺 当成一般的客人一样招呼 跟他说些好听的话 捧他高兴 果然没多久 阿旺就眉开眼笑地 跟自己聊起天了 之后阿旺因为业务的关系 常常送些印章来给阿珠客 两个人渐渐熟年起来 从几次聊天中 阿珠知道阿旺今年才二十岁 最近在等入伍当兵 也知道阿旺从小就是朋友眼中 一事无成 整天只知道 到处跟人家打架闹事的小披子 可是阿珠还是习惯性地 把他吹捧得高高的 在他的吹捧下 阿旺竟然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一样 全世界就只有阿珠一个人了解他 虽然在阿珠眼里 他只把阿旺当个小男孩看待 可是在阿旺心里 却不禁渐渐地喜欢上阿珠了 然而阿珠这时候 根本没有太多心思 理会阿旺的心情 因为现在每一天回到家中 都成了他最深的恐惧 只要自己哪里不顺阿龙的意 或是阿龙喝醉酒 自己往往就要挨一顿打 阿珠不仅想起以前没为阿姨说的 男人都不肯靠 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 在阿珠的努力下 好不容易终于存到了七十万 这天他把钱通通领出来 回家之后 他把这七十万和离婚协议书 通通交给阿龙 这是七十万 你担一下 阿龙 这七十万你先收下去 春的三十万 我会什么借掉 半年以来会总好你 希望你现在就签了 钱 你就是我真的要贴钱 我跟你说 就算我那只七百万来 我还是不跟你离婚的 你为什么不敢离婚 你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想什么 我如果是跟你离婚 你就能欢欢喜去外面 跟你的男朋友在哪里 我为什么就要生存你啊 你实在说什么 你哦 你啊 你别刚才贴子 我现在习惯你了 只死那里 都在我娘家的老婆 那这样怎么回事 两个人 你家的老婆 让那么就不回事 老婆 我 giờ的老婆 我只是想你 不 Racing 我向你帮我帮她 你怎麼會啦 你告訴我阿珠 你到底要我做 你這麼僵定幫我做的 啊 這樣啦 我還說啦 因為我死 娘老婆 你都要笑什麼 你給我身苦兵 我愛你氣啊 都陰陰莫高到的 你這世人齁 都要是我扮演的大夫人 聽到嗎 阿龍的話不盡讓阿珠 打從心底太怕起來 她不要 她才二十二歲 她才不要把自己往後一輩子的幸福 就這樣葬送在阿龍的手裡 她一定要想辦法離開阿龍 可是她只是個手無伏擊之力的弱女子 她又有什麼能耐去對抗阿龍 阿珠不甘心 就此屈服在阿龍的隱危下過日子 一個可怕的念頭 在她心底開始萌芽 第二天當阿珠正心事重重在做生意的時候 阿旺又出現了 看著阿旺傻里傻氣的往自己這邊走來 不知怎麼的 阿珠想起了阿旺第一次出現時的畫面 突然一個念頭閃過她的腦海 而她原本憂慮的臉上 不禁浮起了一個詭異的笑容 阿旺心疼的安慰阿珠替阿珠打抱不平 而阿珠也哭哭啼啼的加油添醋 把自己從小父母雙亡 又因為小兒麻痹自卑的過去給說了一遍 阿旺一聽到阿珠不但從小命運坎坷 如今還受到這種欺負 心裡真是感到又生氣又心疼 她更不能理解像阿珠這樣溫柔又楚楚可憐的弱女子 自己疼愛她都來不及了 又怎麼會有男人捨得打她呢 請問我們是人啊 請問我們是人啊 畜生 阿珠 你讓我帶你去看醫生啊 嗯 不用 其實這只是一點小事 其實 我最痛的是這裡 阿珠 今天 我心情不好 你陪我出去走走好嗎 嗯 好 我等一下順便來接妳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傍晚阿旺果然開了一輛車過來接阿珠 走好啊 小心點 小心點慢慢的 我腳不方便 你幫我上車好不好 好啊 當然好 小心點 走 決定 了 超 Hulk 劉洋 我就 Chin車在哪裡 小夕區去餐廳吃飯 阿旺还是去郊岸 阿旺 你一个人住吗 对啊 去你那里好不好 我那里 对啊 怎么 方便啊 不会啊 怎么会呢 一点都不会不方便 阿旺简直不敢相信 阿珠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一颗心不尽七上八下的狂乱跳着 他早就已经喜欢阿珠了 真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会有这样的好运 可以得到阿珠的青睐 进了阿旺的家门 他才一把将阿珠放下 阿珠便热情地往阿旺身上抱去 阿旺 我好喜欢你 我 我也是 阿旺 阿旺 我们再下去也不是办法 你一定要什么样跟你老公离婚 我也想跟他离婚啊 可是他不肯 你知道吗 其实我爱的人是你 我真的好想跟你在一起了 我也是阿旺 我真的好爱你 可是阿龙他绝对不会跟我离婚的 他说 除非他死 否则这辈子他都不会放我走的 怎么办 如果没有阿龙该多好 如果没有他 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 我就完完全全属于你一个人了 好 我们就散了他 我让他永远都不能阻止我们 阿旺 你不是开玩笑吗 你不要我 我当然不是开玩笑 不然 我一定要除掉他 你告诉我 他在哪里 我就杀了他 阿旺在阿猪的鼓动下果然中了计 原来阿猪是要利用冲动的阿旺 去替自己除掉阿龙 尤其阿旺再过不久就要入伍服役 到时候 他就可以轻轻松松的甩掉阿旺 从此高枕无忧了 于是在阿猪的策划下 对阿猪言听计从的阿旺 趁着阿龙从朋友家出来之后 偷偷的从后头将他击婚 然后把他给杀了弃尸 而当金花发现弟弟失踪了 跟警方报案之后 阿猪也靠着他精彩的演技 装出一副可怜气腹的模样 不仅博得警方的同情 更让警方完全没有怀疑到他身上 阿猪心想从此之后 他就可以自由自在 再也不被任何人欺负 看任何人的脸色 阿猪跟阿旺 往后会怎样发展 这个看似天衣无放的计划 有可能就这么顺利瞒天过海吗 事情接下来的发展 不仅让阿猪感到措手不及 更要让人大无意外 阿猪 我下礼拜就去当兵了 你一定要等我 你千万不可以兵变 傻瓜 说这什么话 你放心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会等你回来 阿猪 我真的好爱你 我知道 我已经为你杀人了 这辈子 我已经为你豁出去了 重新以后 我就是你的人了 我们要永远永远的在一起 你知道吗 我知道 阿旺激情的告白 阿猪根本没有听进心里 他只是敷衍着阿旺 希望阿旺能早日入伍当兵 他好早一日摆脱阿旺 果然等阿旺一入 阿猪被立刻找房子 然后趁着阿旺刚好 要换单位的时候 从台北万华搬到了新竹 并且在新竹继续摆起了 摊子做生意 阿猪心想 这下子他可以完全摆脱阿旺 重新一个人过日子的阿猪 心情已经跟以往大无骨头 以前他还会梦想 能跟一个心爱的男人组织一个美满的家庭 可是经过跟阿龙这段让他痛苦欲深的婚姻之后 不但让他彻底对婚姻失望 更让他相信男人没有一个可以依靠 对女人而言 有钱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重回单身生活的阿猪 一边施展她的魅力努力赚钱 一边又开始像花蝴蝶一般 每天留恋在众多男人之间 只要喜欢谁就跟谁交往 一旦不喜欢 他就立刻把它甩开 因为现在对他来说 男人只不过是一个 提供他金钱与慰藉的工具吧 就这样阿猪一步步踏入罪恶的陷阱 而不自知 而在阿猪身边的追求者中 对他最殷勤也最慷慨的就是阿群了 在阿群出手大方又热情积极的追求下 很自然的他变成了阿猪的入目之兵 只是每天一到十一点 阿群为了怕家里的父母为他担心 所以总是急着要赶回家 阿群的孝顺和顾佳 让阿猪觉得他真是个 现代难得一见的好男人 可是阿猪心里不免又有点担心 这样的好男人 会不会对爱情太认真 倒是万一他知道 自己只是个抱着游戏人间的心态 一点也没有结婚的意思 那他会不会因为难以承受 而做出什么激烈的反应呢 阿猪越想越担心 于是决定先跟阿群把事情说清楚 阿猪 好美丽 你对我是不是这样 阿猪 我对你当然是真心的 跟说你看不出来 我就爱你 我知道 阿猪 阿猪 我有件事 要跟你说清楚 什么事 阿猪 我给你做会很快乐 但是你也知道 之前我有一个很不好的婚姻 让我放三一种痛苦 我到现在又没怎么放不下去 所以我发生这些人 我没结婚了 希望你能够勇敢 管你说的是这个 对喔 沒關係啦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 真的 有什么 因为我感觉 婚姻只不过是一张招 很多人如果是真心胸 有结婚不结婚 国分就没什么差别 哪有需要想一张招来抑制呢 所以啊 你放心 我没有爱你 一定会跟我结婚的啦 你说的啊 没得慌悔啊 对 我只说得到 就做得到 这样最好 欢喜的社会 没欢喜的愉快 听到阿全竟然跟自己有一样的想法 阿朱心里真是松了一口气 这样他就可以不用担心以后阿全会太认真 分手也不会有什么负担 这样他更可以尽情的享受自己的生命 只是阿全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他是真的抱持不婚的观念 还是在他背后藏有什么秘密或苦衷呢 这天阿朱要到邮局去存钱 才刚走到邮局门口 迎面而来的竟然是阿全 而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温柔贤熟的牛 阿朱啊 这是我没有阿娇啦 阿娇啊 这是我跟你提起过那个柯英店的老板娘阿朱啦 你好 阿朱啊 我哪有事了 我先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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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就这样阿全慌慌张张拉着阿娇离去了 阿朱当场愣在原地说不出话了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阿全竟然是个有老婆的男人 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这样被蒙骗在这里 这么久以来就只有他玩弄男人 如今居然被反过来让阿全给骗了 一股被背叛的感觉油然生气 他当场气得脸色发青 也忘了要存钱的事 立刻就坐车回家 然后开始拼命的call阿全的BB call 要他马上解释个清楚 可是一整晚过去了 阿全却连通电话也没有 阿朱不死心的继续call 心想他一定要阿全给他个交代 可是接连几天阿全竟然还是避不见面 阿朱简直快起炸了 忍不住跑去问阿全的同事 没想到同事却说 阿全已经陪老婆回南部 要一个星期才回来 阿朱一听更是气得只还挺昏倒 就这样阿朱度日如年的等着阿全回来 几天之后阿全终于出现了 阿全终于出现了 林中正你出人了 阿朱 真的啦 我 不用啦 你实在有点空吗 当初我们就说好了 欢迎就做会 不欢迎就分开了 快点你去结婚了 什么又要骗我 我 我 当初也是因为要跟你家里 我不才骗你 你 既然 现在事情都知道了 不 不 不然我们分手好了 你这样我来走 待会 我不准你走 你想你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是愿意愿意愿意我 我去哪里 只好你跟你没离婚 我就援援你了 这 这是不可能的啦 我如果是跟我没离婚 我要快点去哪里 蜘蛗 为什么要走 我去哪里 paddle 马上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注意 爹 爹 别 来 爹 爹 爹 阿珠说我不好听 小岚你们这回 他说你不过我不好听 阿珠 你真是这样想吗 小岚没你推卦 我真想我不好听 阿珠 你想让我告诉我 阿珠 表面上阿珠是妥协了 但心里头却又说不出的窝囊 不过他明白 他要是大发脾气把阿全给气走了 那他就永远失去阿全 本来失去阿全也没什么 可是阿珠却觉得这样太没面子了 凭他的手段 居然会争不过另一个女人 阿珠实在厌不下这种气 他暗自决定 他一定要想办法 把阿全从他老婆的手中给抢过来 然后再好好地报复阿全 接下来的日子 阿珠继续跟阿全保持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只是以前他们约会的时候 阿全是以各种借口 跑先行离去 但现在阿全却仗着阿珠已经知道自己结婚的事实 等时间一到 他就明目张胆说要回家陪老婆 阿全这样的举止 真是让阿珠恨得牙痒痒的 可是他又不敢发作 而且一想到阿全回家 和他老婆亲亲热热的情景 阿珠整个人就快崩溃了 最后阿珠实在忍不住 他偷偷打电话到阿全家 喂 喂 谁啊 谁啊 不出生的电话 不知道是哪个神经病打来的 不过好奇怪 之前好多这种电话 哦 奇怪 哎 你说在外面给我乱来啊 为什么对方一听到我声音就把电话给挂了 哎 我才不会乱来 你嫂把神经病了 睡觉睡觉 阿全虽然嘴巴上这样说 但是做贼心虚的他 心里却是不免猜想 这会不会是阿珠打来的 如果真是他 那他这么做的用意又是什么呢 第二天晚上 阿全便当面问阿珠 有没有打过电话 你哪不乱人哪 我就说我没假包啊 哪有可能就把电话给你打给你乱 听阿珠这么一说 阿全想想也有道理 因为像阿珠这样一个温热的女孩儿 应该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才对 他不禁觉得自己真是误会阿珠了 然而阿全刚才怀疑阿珠心师问罪的模样 却让阿珠心里头更不舒服了 他心想他一定不能让他们夫妻那么好过 他一定要想办法来破坏阿全跟他老婆之间的感情 否则难消他心头之恨 这天阿全的太太阿娇又在家里收到了一封信 他打开信一看 信里头写的内容真是叫他既生气又莫名其妙 哈哈笨蛋 你丈夫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全天下只剩下你一天不知道 你等着吧 他马上就要跟你离婚了 哈哈哈 阿全 竟然在外面做出这种事情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哈哈哈 阿娇看完这封信心里头第一个反应是 丈夫竟然瞒着自己有了外遇 可是他再仔细想一想 这封充满嘲弄而且既没有署名 又没有寄信人住址的匿名信 究竟谁记得呢 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他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 心想等阿全回来 他一定要好好问得清楚 这天晚上大概九点左右 阿全便跟阿朱表示他要回家了 可是阿朱却突然说身体很不舒服 要阿全留下来陪他 阿全看着阿朱痛苦哀求的样子 虽然心里头担心太晚回家 阿娇会起疑 但仍然不禁心软的打瘾再多留一会 可是一直到晚上十二点 阿朱却仍然不肯让他走 硬是将他留到半夜两点才肯放人 终于阿全这才匆匆忙忙赶回家 你去哪了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你说 车子抛锚了 我在路上弄了半天 这么晚你不睡在客厅干嘛 干嘛 我问你 你在那边是不是有女人了 冤枉啊 我不是前几天来跟你说过吗 哪有什么女人啊 你不要在那边疑神疑鬼啊 不要疑神疑鬼 那我问你 这是什么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清楚 阿全 你今天没有跟我解释清楚 我会跟你们阿美了的 阿娇 哎呀 这谁干的啊 实在是太无聊了嘛 阿娇 你要相信我 我是杰森之爱 对你中心不二的嘛 一定是有人嫉妒我们 对 故意破坏我们夫妻感情的啦 你们在干嘛吃饱了 没事做来破坏我们夫妻感情 一定是你在那边有女人了 所以得这么晚回来 阿娇 阿娇的话不禁让阿全一愣 她明白这件事一定是阿猪做的 要不然她今天不会故意将自己留到这么晚 突然之间她觉得阿猪这个女人的心机颇重了 再想起前些日子不出声的电话 和最近阿猪对她越来越多的要求 她更加觉得阿多是个难缠的女人 哎 阿娇 不要再哭了啦 我绝对没有在外面乱来啊 一定是啊 我最近要生父理了 公司的同事啊 故意重伤我的啦 他们嫉妒我 我明天啊 就去公司查清楚 一定要把这个人揪出来 哎 阿娇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啊 在阿全不断的解释和安抚下 阿娇才渐渐相信这封信只是有心人式的恶作剧而已 看着单纯的阿娇慢慢的破涕微笑 阿全才放心下来 不过心里头也暗暗下定决心 以后一定要跟阿猪保持距离才是 后来阿全虽然没有质问阿猪这件事 但阿猪却可以明显感觉到 阿全在疏远自己 因为阿全不是常常借口有事爽约 就是扣他也都不回 阿猪不禁对阿全的态度感到越来越生气 他原本以为自己这一招可以让阿全跟老婆疏远 没想到却反而让阿全疏远自己 阿猪的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怨恨 他一定要想个更完美的方法来破坏阿全跟阿娇的感情 然而就在阿猪的心思全放在阿全跟阿娇身上的时候 一个让他万万想不到的人竟然出现了 当场把阿猪吓得魂飞魄散 这天阿猪正亲切地招呼着面前的客人 突然远远的他便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朝自己走来 他当场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阿旺竟然出现了 阿猪 你真的是阿猪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三年了 我竹竹找了你三年啊 说 你为什么要躲我 你为什么要不要我 说 说 今天要给我解释清楚 绝对不会放过你 阿猪当场害怕地愣在那 根本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所信先大声地哭了起来 然后趁着这个时候 赶紧在脑海中编织一个完美的理由 好说服已经气昏头的阿娃 你有什么理由 说 哎呀 放开了 放着你的好痛啊 你误会我的啦 我哪有骗你 更没有躲你阿 那你为什么从我当兵后就失去联络 一封信也没有 真的要跑要清出来 你听我说嘛 我根本不愿意这样阿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你当兵之后 警察到怎么查 这样查到你那边去 不想通知你啊 可是又被警察跟踪 所以你打电话来我都不敢接 当然也不敢写信给你啊 后来啊 就阿龙她那个姐姐金花 还找了匹流氓来揍我 高达了半 靠住医院住了三个月 出院之后 我还要多时差 不过我就从台北搬到新竹来啊 你不知道我每天这样偷偷摸摸过日子 又要躲警察又要躲流氓 我好辛苦也好痛苦啊 你还误会人家 阿树 对不起啦 是我不好 我不该误会你 但你放心 我已经退伍半年了 我可以天天陪着你 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了 来 我抱抱 在阿株机智的反应和精湛的演技下 阿旺根本不宜有她 三两下就被收服 看到阿旺气笑了 阿株心里不禁大大松了一口气 然而想到阿旺说的最后一句话 阿株却不禁开始烦恼 以后恐怕很难摆脱阿旺 阿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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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旺一听 心想这怎么可以 于是连忙编了个理由拒绝阿旺 阿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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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风声还很紧 前几天警察还来找我 你问说你人在哪里 所以我们现在最好不要住在一起 连见面都不要 这样警方才不会怀疑 这...怎么会这样子 这么久了还在怀疑 他妈的 好吧 我先在父亲住个房子住下来好不好 不行啦 你家不是一样会让警方怀疑 要不然这样好了啦 你先回去台北住一阵子 等风声过了之后 我再去台北找你好不好 这样子我很难看到你耶 阿旺 我也不喜欢这样啊 你以为我希望跟你分开这么远啊 我们啊 最好找点脱离警方的注意 这样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在一起啊 一听到要回台北 阿旺的心里头简直有千百个不愿意 可是在阿旺的劝水下 阿旺还是勉强点头答应 整天不务正业又无所事事的阿旺 虽然答应回台北 也乖乖地在台北找了份工作 但是却还是三天两头到阿旺的摊子找他 搞得阿旺相当心烦 而且只要阿旺在场 阿旺就无法像平常一样尽情地施展魅力来招呼客人 生意当然也受到了影响 更糟糕的是 阿旺与阿猪男朋友自居 只要有哪个客人对阿猪的态度轻浮一点 他就恶狠狠地瞪着人家 这天一个老顾客 才跟阿旺多说了两句话 阿旺就气得要打开 吓得那名客人落荒而逃 阿旺眼看着自己 手中的一个大客户竟然就这样被阿旺给吓跑了 羁押多时的不满终于爆发开了 他是我的孩子 下山文药的狮子汗 阿旺 今天阿旺有赛 不然他PK不知道会对你怎么样 你有毛病阿 你把我客户赶跑了 我怎么做生意阿 我是在保护你耶 我知道做什么不对吗 不用啦 我做生意会自己照顾自己 不用你担心这个 你回太累去做你自己的工作 我自己会照顾我自己 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需要我咯 你的意思是我是多余的 难道你想现在一脚把我踢开 你可不要忘了 我问你做过什么 你干什么 你放两尾巴脖子好痛啊 阿族 是我的女人 这边也都属于我 这边只有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放开他 你是谁啊 我 这位青春 你把手放下来 有话慢慢说嘛 妈的 我跟你们有没有吵架 关你屁事啊 女朋友 喂 你又是什么人啊 他是我的客人啊 客人 我告诉你 你是要少管闲事 你给我归人一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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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误会人家了啦 我又没有意思说不要你 我只希望多赚一点钱 这样以后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看家每天辛苦的工作 还要看人家的脸色 真不值得 如果你希望我不要做的话 那我就不要做啦 阿族 你不要哭啦 我不是这个意思啦 阿族 你要相信我 你做的真好心情 都是为了我们两个的将来 别哭了 我相信 阿族 你别哭了 你让我 我好心冷啊 别哭了 对不起 这一次的冲突 又在阿族的表演下 有惊无险的化解 然而阿族心里对阿旺的厌恶和怨恨 又再加深了一层 他真恨不得阿旺能从此消失在他身边 而他心里头一边在想着要怎么摆脱阿旺 一边还在想着阿全对今天的事情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当天晚上阿全果然到阿珠的住处 问阿珠和阿旺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叫做阿翁啊 是我以前在台湾学生的朋友 那个时候他对我真好 所以我就跟他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刚才知道他的故事 让他重逢了 我就跟他分手了 想知道他又对我自己叩叩叩叩 什么未来的身体也没办法 他一直给我动作他的路平衡 很严重 阿旺 阿旺 他觉得真的很感动 可是说 他如果快照顾你 要让你幸福 其实 你自己到底也不错了 你说什么意思 阿族 我犯了很久了 但 我们今天又到底了 你要跟我分手 你为了阿红要跟我分手 我就跟你说过了 我现在跟他在西方关系都没有了 阿族 阿族 其实那两个当地 根本就是最逃亡 没有 我已经决定了 这次真是要跟你分手 我不管你以后 想跟阿雯到底 我希望你可以找一个 阿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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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族怎么也不敢相信 经过这么久的忍气吞声和委曲求权 阿族竟然还是选择离开 这叫他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呢 他真是越想越不甘愿 他发誓 他一定要好好让阿全知道 辜负自己的代价 于是当第二天 阿旺又出现在他摊子前 阿族立刻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 阿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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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不记得昨天我们吵架 叫你放开我的那个男的 记得怎样 吴老师 我老师告诉你好了 自从我搬来这里之后 他就一直不停地在追求我 我跟他说 我有一个在当兵的男朋友 不可以接受他的感情 可是他不听阿 他一直来骚扰我 一直来烦我 而且喔 他常常吃我的豆腐 什么 吃你豆腐 他妈的连我阿旺女人都敢动 这他妈的不要命了 看我怎么教训他 不行啊 阿旺 你已经为了我杀了阿龙 我不可以再让你杀人 我不可以再喊你杀人了 可是 我不可以让你掉去 老是这样你加这口气 对啊 我也好怕他再来骚扰我 不然 我去教训教育他 让他再也不敢来碰你 那你不要怎么教训他 我让他脸上开花 在阿猪的煽风点火之下 阿旺再一次被鼓动 第二天阿旺埋伏在阿全家门口 一看到阿全和他老婆出门 立刻骑车过去 拿着硫酸朝他们身上破裙 这天晚上阿猪的心情很愉快 因为他总算借阿旺之手教训了阿全 一想到阿全现在正躺在医院里受苦 他的心情就不知不觉兴奋起来 被抱负的快意冲昏头的阿猪 不知道门一开 将会有迎头的闷棍等着他 在阿全 阿堂 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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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想跟你说 我怎么要好好 你说的这有什么意思 我是真是說你沒有來找我 我才會怕到我 你的手是怎麼樣 怎麼想想 要你關心 你這身我龍頭的女人 你真叫阿翁來給我打牛頌 你真是要這麼過分 我沒有 你不但比喻就 你不要再跟你的親民 說啊 你真是要這樣做 你說什麼我都聽不懂 我不敢給你看你 我真的不知道會想什麼事情 阿珠從阿全的咒罵中得知 原來阿全只受了一點小傷 而她的老婆阿嬌 則嚴重到毀容失明 阿珠不盡有點氣 阿望竟然辦事不力 不過想想這樣反而更好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說 阿翁怎麼會去做這種事情 別再說了 一定是你叫我給我打牛頌 一定是你想出來的辦法 我沒有啦 不是我啦 阿 我知道啦 他以前是五歲我們兩個的關係 他以前是說我們兩個的個社會 所以才會去處理麻煩 你跟他說我們兩個的關係 阿翁就一直跟我拚阿 我只有跟他說阿 老公說我跟他說我們兩個要來這裡 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做 我不小心 這一切一定是你的主意 一開始 沒有出聲音的電話 沒有老命的八 這都是你做的 你不要再騙我啦 任凭阿珠怎么解释 在气头上的阿泉根本听不下去 因为阿泉的内心真是相当自责 他万万想不到 自己当初一时偷心 竟然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 还害到阿娇毁容失明 这叫阿娇以后该怎么过日子呢 阿泉气得当场告诉阿珠 他要去警局告他们 让他们也得到代价 阿珠一听慌了 你怎么不应该报警啊 阿娇这个人很恐怖 今天他会对你看流声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警局 你现在还要听得到架子 你一定会不得人杀 到时候大家的心里都会很厉害 你不要再说不错 我会再相信你 阿珠 事务如今 我老是跟你说 我之前的阿娇 阿娇 根本就不是你到处理的事 其实 是因为阿娇 他就要处理我 才给他代价 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 我能处理我 他真的为了阿娇 他真的要想要做 他每个人都会做 他和他做的 所以就和他做的 我怕到前面 我怕到前面 他还给他找到 我怕到前面 我怕到前面 可是他还没错 你还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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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全听到阿旺的座围 不禁胆战心惊 而这时阿珠的心里头 却又浮起一个念头 猛然间他的心 狂跳了起来 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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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小一点 我很怕他还会去找你 他会把我害到这样 他还会找我做什么 跟他说 跟他说他会把我台事才讲完 我就是在怕这个 他的个性来说 这不是不可能 这晚了又晚了 他就会把我帮忙 我很怕 我也很累 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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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去 我们家庭的婚姓 你快想这些办法给我 好吗 千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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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人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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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会把我抬起 我们不如 先阿全会说 阿珠偷偷偷的露出了笑容 他又再一次成功地沾动 另一个男人去为他卖命 几天之后的晚上 阿珠特地要阿旺到家里吃饭 就当饭正要开始前 阿珠假装少了酱油 叫阿旺出去帮他买一瓶 阿旺不宜有他 满脑子只想着待会儿 他终于可以抱抱阿珠 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一步步踏入鬼 当阿旺提着酱油从便利商店走出来时 阿全便迅速靠近 并且用棒子将他击婚 扶着他上了车 再将他载到郊外 杀人买尸 整个过程跟杀阿龙的方式一模一样 当阿全解决掉阿旺时 阿珠再度高兴地要大叫 因为他不但终于摆脱阿旺的纠缠 也相信因为阿娇已经被毁容 阿全不用多久 就会回到他身边 然而事情会像阿珠所想的这样顺利 阿珠这种天理难容的残酷手段 老天爷会让他继续逍遥法外吗 人在坐天在看 阿珠罪行终于曝光了 这天阿旺的尸体意外地让人发现 警方立刻查出阿旺的身份 并从阿旺身上的一张发票 发现阿旺生前应该有去过这家便利商店 便赶紧调出商店的监视录一带 从画面中他们看到鬼鬼祟祟的阿全 觉得阿全和阿旺的命案绝对脱离不了关系 于是立刻将阿全逮捕到案里 在警方的逼问下 阿全无可抵赖 只好坦诚犯案 而当警方问到有关阿珠设案的部分 阿全告诉警方这一切其实都是他自己决定的 并不关阿珠的事 阿珠也哭哭啼啼的说他对不起阿全 是他害了阿全 而这时候金花也闻讯赶到禁局 他告诉警方他弟弟阿龙一定也是被阿珠用同样方式谋害 而在阿全的证词下 证实了阿龙确实已经遭到阿旺杀害 金花一听当场几乎崩溃 今天可是阿珠一定是主母 一定是以后叫阿龙台师傅下帝的 当场阿珠又楚楚可怜的哭了起来 还一度晕眩过去 阿珠又开始编织谎言了 他把所有的过错全都推到已经死掉的阿龙和阿旺身上 哭哭啼啼的说起阿龙如何虐待他 阿旺如何逼迫自己的一段段过去 他强调他的可怜他的无辜 所以阿珠的遭遇令在场所有的警察和检察官都为之动物 出庭当天阿珠也刻意表现出楚楚可怜的模样 阿珠的演技不仅赢得了所有人的同情 甚至连法官也不禁露出无奈的叹息 看着大家都已经被自己给蒙骗 阿珠不禁满心得意 在走出法庭时 他的脚抹得更厉害了 连连摔了几脚 他心想自己应该不会被判刑吧 就在法律和舆论一面倒的同情阿珠时 一位警官却戳破了这一切假象 因为经过警方深入追查 竟然从阿旺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封封 在他刚入众时阿珠写给他的信 里面不仅写满了阿珠对阿旺的爱意 还不断安抚阿旺说将来会和阿旺白头偕老 更暗示阿旺绝不可以将杀害阿龙的事说出去 当这些信被找出来 阿珠当场傻眼 而最吃惊的莫过于阿旺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原来阿珠所说的一切全是骗他的 而他竟然还傻傻地让阿珠利用 犯下如此的罪行 只是他想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 还能为江美竹是个弱者阿 他 他是不是在一起的众伟伟伟伟伟伟 你流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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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伤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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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4 詞曲 李宗盛